因为受伤的女子 一个哭泣的母亲 还有急得满头大汗的消防队员 这个场景发生在高雄市的大树区 当时这名27岁的女子 跟妈妈还有朋友 三个人到救铁桥下聊天 结果她一边讲电话 讲得太专心了 不小心就这样掉到了旁边 有七米深的排水沟 撞伤了头部动弹不得 她的妈妈急坏了 急到哭起来 求消防队员快一点 但是排水沟实在太深了 就整个救援工作非常困难 消防队员已经在那边 开始用担架固定了 她那个颈部可能会受到伤害 照片中27岁的杜姓女子 摔落七米深的排水沟 头部受伤动弹弹不得 消防队员紧急出动救援 将她放上担架 家属有在那边 但是问她的话 她只说她刚好在打电话 然后就掉下去了 当时她母亲在旁边吧 那时候老婆在旁边一直哭吧 一直哭着说叫我们救她女儿 这样子而已 是吧当时杜姓女子 就是跨越了这个竹边 忽然紧接着呢 她是讲手机 但疑似讲得太专心了 不慎坠落到 七公尺深的排水沟 在一旁的母亲看到女儿摔一下去 简直吓坏了赶紧报案 但由于排水沟实在太深 增加救援的难度 深度太深 所以要抬起也是没办法抬 所以就是尽量找 找那个出水果的地方 往那个出水果的地方 一直一直走 只会延伸到能办法 用人传递 把它传递上去 这样子 经销合力抢救 花了半个小时 将女子救上岸送一治疗 有了这次的经验 杜姓女子直呼 再也不敢在排水沟旁 讲电话了 全市网加清网元方 高传报导